時事焦點熱門話題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我們回來繼續對話韓人 我們又關注一下一個似乎都拖了很久的議題 就是英國脫勾 自從公投說要脫勾之後 英國都好像有些 無寧日 至少至今都沒有什麼安寧 究竟脫勾的狀況到現在進展到什麼階段 你們怎麼看它的發展呢 似乎陷入一個死局 大家都知道了 英國脫勾之後制定了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歐盟都同意了 但是拿回英國的下議院 大比數就被人搜缺了 暗門醫就沒辦法了 只能夠再重新搞一個版本 那麼你的新版本呢 在英國的議會通過了 但是拿回歐盟的時候就死了 歐盟到現在為止呢 態度還非常強硬 不低 並且呢 如果你想再重新 就這個方案 再重新談判呢 是 沒問題 所以呢 所以呢 現在這個 脫勾 英國脫勾的局面呢 就相當尷尬了 那麼 歐洲最近似乎 時運就低低地了 就不是這麼順利 除了英國脫勾這件事 卡住了之外 其他的呢 還是麻煩不斷的 那麼法國大家都知道 一分門過後 啊 黃貝森繼續 繼續來 那麼為了黃貝森的問題呢 啊 意大利的副總理呢 就去到法國 跟其中一個頭呢 啊 黃貝森的頭拍了照 哎 引發法國的敵大的憤怒 啊 那麼 反應非常強烈 就召喚了 法國駐意大利的大使 那麼法國和意大利呢 我想法最近一輪呢 都會為這個問題呢 就有些 不是那麼愉快的啦 啊 那麼 意大利呢 最近就似乎 對整個 整個歐洲和美國呢 又有些不適合 啊 啊 美國在這裡游說啊 施壓歐盟 啊 抵制華為 那麼意大利呢 最近呢 就 啊 他直接就出來說 哎 我們沒有抵制啊 啊 你們別亂說啊 總而言之 歐洲的亂局呢 似乎 一時半刻呢 都 難以解決的 那麼 歐洲現在世界上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啦 是一個主要的經濟實體 那麼 如果歐洲很不行的話呢 全世界肯定 或多或少都是受影響的 那麼 那麼 在歐洲遇到這些麻煩之中呢 啊 我覺得美國啊 的插手呢 呢 也都有相當的作用的 所以 啊 啊 美國的影子呢 也都是 享受的 所以 歐盟 現在啊 雖然在經濟上面 啊 啊 啊 貨幣啊 啊 等等上面呢 是好像似乎 還是一個 一個 整體 但是 在政治上呢 就 這麼多個國家 你有你想 就我有我想 國懷鬼胎 所以 啊 啊 經濟和政治的這個 步伐的協調 協調上面呢 就肯定是有 不少困難的啦 啊 啊 希望啊 歐洲不會搞些 大問題出來啦 因為歐洲 素來都是 啊 這個是全世界的 火藥統來的 啊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 都是在歐洲爆發的 那如果真是歐洲 一旦 哎 那個情況不可收拾的話呢 那 對我們每個人 都有極大的影響的 英國脫歐這個是必然的啊 已經是不可逆的 沒得回頭的了 那問題就是在於 啊 用什麼的方法 啊 去到什麼的程度 大家怎樣一人一步的妥協 啊 啊 做到這件事的啊 那我猜 所需要的時間呢 也都會相當長的 啊 啊 一時啊 啊 一頭半個月呢 就絕對不行的了 啊 那看看他 情況發展成怎樣啦 那在你現在這樣的世界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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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就是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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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强烈推荐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样 意思是看了一次 据说这部片就被人称为 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片 故事就不讲了 这些是免得剧透 大家有机会大家去看这些 不过据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据说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譬如地球逃离太阳系 需要什么的逃日速度呢 地球逃日的过程里经过木星的时候 怎样能够利用它的引力弹弓 人家在地球加速度又弹 又不会被木星捕获等等等等 据说都很有科学根据 我们门外看根本不看这些东西 对它那些晶片镜头 那些制作效果那些东西 我素来看戏都不是十分很重视的 所以我主要关注的就是它的情怀 我们大家看过那些美国的疏环片 看得多了 一般来说都是说 地球或者人类遭受大灾难的时候 面临灭绝 那谁来救呢 那就是美国来救 哈哈 美国人 美国团队 美国的派通科技 这样来救整个地球 那今次中国这个流浪地球 又不是 反其意为意 就是说中国领头 中国人带头 团结全世界的力量 来到挽救地球 这种情怀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种情怀呢 现在在中国来说呢 就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这部片 被西人看到呢 我想就能够欣赏的 就不会太多的了 但是呢 也都不会全然反对的 是吧 但是这种情怀呢 总而言之都可以叫做娱乐 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 正正经经的一个意识形态来看 但是无论如何 这种情怀呢 都是体现出现在中国人的那种 或者可以这么说 是现在统治中国的 中国共产党的那种 这种意识形态 就是一种这样的东西 有些很有趣的花碎 其中一个是很过眼的 据说 这个吴京 见狼仪的主角 就去黑串这部电影 去黑串的时候 拍一拍一拍 导演说 喂 没钱了 人家王健林 曼达那位王健林大老板 撤资 没钱就拍下去了 那吴京呢 自己批了六千万出来 自知继续拍 拍牌了 那现在呢 黄健林 那将撤出来的资金 就是拍吴秀波的一部 什么什么情圣意 那最近很差 吴秀波 因为非民的问题呢 就搞到票房 可以几乎 可以说肯定是缩席的了 那以这个流浪地球 现在看资料房的趋势呢 我估超过战狼仪的五十六亿 就不一定有可能 但是 保证三十亿呢 我相信 就不会怎么走鸡的了 所以 一会出气呢 吴京无端端又发了一筆财 而曼达的王健林呢 似乎是见材化水了 那这个传闻 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姑且就把它当作笑话来看 不过无论如何 最近这两年呢 中国的电影票房似乎 发展得不错 那今次 继红海行动 和战狼仪之后 又有一出这样的大片出现 使得我们新年多一个娱乐的项目 亦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来的 是一件好事来的 好 那我都找了时间 希望去看看 好 多谢你的推介 好 那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下周 同样的时间 继续对话和人 看の 我们下周